來,您待會進到簡報第十頁 來,我把畫面先還給您 您可以先進到簡報第十頁 把您手上的那個Smart拿出來 好,簡報第十頁那裡 你把那個Smart拿出來 那Smart拿出來之後啊 真的還蠻小的對不對 應該是3公分才2公分而已 小小的一個 那麼您可以稍微看一下 它的左右兩邊都有貼貼紙 對,好聰明 你們的可能是黑色的啦 還有可能是白色的 對對對,不一定 因為有兩個版本 您進到簡報第十頁 您就可以看到我們這個Smart開發板上面這邊 首先我們先看一下右上 右手邊的這邊 有沒有,這邊是不是有兩個紅色的 這就是提供電源的部分 那Smart開發板有提供兩種電源 一個呢是我們的3.3伏特 那VCC呢就是5伏特的電 5伏特的電 那順便考考同學好了 你們平常都在用USB對不對 不管插電腦插插座 請問USB提供的是幾伏特的電 蛤?你不能每天只負責會插而已啊 三號電池 三號電池 我們這個電池呢 一般的話 一般我們這裡有這種三號電池 三號電池大家應該沒問題 是不是1.5伏特 對不對 好,上面凸出來是正極嗎 對 這個OK的 行動電源至少你用過吧 用 行動電源是這一種 這個 18650 不然就是這種離電池有沒有 沒有,我們用比較高級 我們就都有穿上 對,這個是拆下來的 邏輯 但是你的行動電源可能是像這樣 對不對 這個裡面就是這個 對 這叫18650 這也是離電池 那我們一般USB提供的是幾伏特 對,5伏特 5伏特的電 就是我們跟我們這邊BCC一樣 我們這個離電池提供幾伏特 上面學3.7 唉唷 那老師把手這樣好 我本來想說 我待在這裡要放大 果然沒有錯 有沒有,3.7伏特 對,我們這個都是3.7伏特 這樣了解的齁 所以順便認識一下電池 那有正極就有什麼 是不是就有負極 所以有沒有看到 左手邊 是不是有一個GND Ground 這就是負極 但是因為它只有一個負極 因為它板子小板 所以能夠接的東西就相對比較少 所以等一下我們會搭配東西 對 麵包板 這個 搭配一下麵包板 有沒有 這個 這個就像我們家裡面的延長線的那個插座一樣 你接出來之後就可以接更多的裝置 就可以接更多的裝置 所以這樣 你就比較OK了 再來我們要找一下什麼 這邊 再找一下這裡 上面這個地方 您看 有沒有很多這個腳位 有 那只有幾個比較特殊的 就是12 13 還有15 有沒有發現它都有毛毛蟲 有 這個的話 一般我們就用到類理腳位了 所以呢 這個 smart上面呢 其實它目前有三個元件 左上角這個三色有一根 就是用到這三個腳位 12 13 15 所以如果你插在這個腳位上 就是有杜邦線 我們插在這個腳位上 除了你的那個裝置有作用 這個燈的某一個顏色有一個亮 就是它都是有共用的 那右上角這裡有沒有一個叫光明電阻 有 我們剛剛看到那個路燈 小夜燈啊 就是這樣子概念 左下角真的有一個可以按按鈕 你可以按看看 嘿 有沒有 左下角那裡 這個呢 對很小一個對不對 嘿 所以說 但是我們呢 在如果說各位 你買的時候 您不是比較大量的買 你是一個一個單獨買之後 我們就會用到那顆小按鈕 因為你要做初始化的動作 你要甚至要恢復成出場的預設子 都需要用到那顆小按鈕 好 都需要用到那顆 OK 那其他的腳位就比較沒什麼問題 沒有毛毛草 就是類比腳位 它的訊號就是有0跟1 好 所以我們簡單先認識一下就好了 那認識了之後呢 老師您可以看一下 我們簡報第12頁 你可以先插進去 插電 試試看看 這個微信開關是等同reset嗎 還是獨立開關 要看什麼時間按下去 它有不一樣 那因為老師現在主機板 主機是不是都在桌上 你們知道那個線是蠻短的 差距又掉在那裡 這樣不好 所以我有準備長的 延長線 不是延長線 是比較長的電源線 所以麻煩老師來聽一下 我們現在進到簡報第12頁之後 您先看一下它的開機的過程 首先會先閃紅色 抓我們 教室裡面的基地台 找到了之後呢 熄滅 亮一下綠燈 有沒有 最後是熄滅的 有沒有老師 您的插上電之後 現在是一直亮紅色的 如果是一直亮紅色 就代表說它沒有連上 這邊的Wi-Fi基地台 這樣了解 當然你也可以把它設定成 就是你手機的熱點也可以 不過我們手機熱點最多的 就舞台 一般大部分是舞台而已 所以你可以看到 就是這個燈號 這個訊息是這樣子 那如果說呢 你需要去設定的時候 比如說你有自己買的 那我們教室裡面的 這個名稱跟它不一樣 或者你回家之後 你想要直接熱點 你就可以打開你的手機也好 或者是你的平板 還是無線網有開的 你就可以發現 在裡面會有 這樣的一個名稱 好 這樣的名稱 那這個名稱呢 會是你那個開發版的名稱 開發版的名稱 以我的來講 我自己整理的 我自己整理的 我大部分會寫 整理成這樣子 來給您看一下 有沒有看到我這裡有 上下兩個號碼 對不對 上面這個號碼 就是我的WiFi基地台的名稱 也就是我們Smart開發版 本身就像一個小型的 WiFi基地台 但是呢 它一次只能一個連線而已 所以呢 你要找的時候 假設你要做設定的時候 我就是找 WiFi基地台 找這個名稱 那如果我要控制 我現在不是要設定它 而是要在程式裡面去控制它 我們就需要另外一個叫DeviceID 這樣您了解了 好 所以那DeviceID要特別留意一下 有分大小型 這是有分大小型 所以要特別注意一下 好 所以如果你是要設定 我的就是找上面的 那您的那個是 慶奇公司提供的 所以它的 沒有像我這樣寫在這裡 可能是在裡面有一個 有一個那個 裡面的話會有一張紙 好會有一張紙 會有寫這個訊息 不然就是那個開關版的後面 所以呢 老師如果您找到了 也進入了 那你要怎麼進入呢 這個基地台 預設的密碼 都是一樣 12345678 好 所以如果找到這一台 我按點鍵 就打密碼12345678 就進去了 那進去之後呢 您可以看一下 您就打開您手機的 或那台電腦的 這個瀏覽器 打上這個網址 192.068.4.0 這每一台都一樣 好 每一台的設定都一樣 你進去之後呢 會看到這樣的畫面 會類似這樣的畫面 有一個叫SSID 一個叫 它是我 所以呢這個地方 就打上您手機的熱點 或教室的那個熱點的名稱 跟密碼 這樣就好 那下面這個SSID 這個就是我們剛看的那個什麼 就是基地台的名稱 你也可以自己改 那密碼當然你也可以改 密碼也可以改 就看你們 好 原則上呢 如果大家都沒有做任何的設定 預設就會是這個 叫webdueno.io 好 然後密碼是webdueno 當然 你如果看到裡面是空白的 預設也是這個字 也是這個字 好這個是 您如果說到時候需要做設定的時候 就需要做這個動作 我們今天是都不需要 那你按下 設定好按下送出 他就會說 欸我已經儲存好了 下次呢 您這個電源插上去 他就會去自動找這一台基地台 看有沒有 在他的範圍裡面 如果沒有就會亮紅燈 有 就會像剛剛的流程 直接就熄滅 這樣子 好 那您不要看錯了 因為有些人會說 啊我後面都有一支亮藍燈 這是電源的燈 呵呵 所以會很亮 所以我們看的是 左上角這個 三色LED燈 這樣老師對於Smart的連線 有沒有稍微清楚一點呢 那你往下呢 這邊還有一個就是 Smart呢 官網上 也有很多的教學 那 您可以到那官網上看一下 另外如果說你不小心 忘記 你剛剛設定的那個帳號密碼 對不對 對基地台忘記了 那或者是你連連進去 那個密碼也忘記了 你可以參考我這個 恢復原廠設定 把它恢復成原廠 就是恢復成我剛剛看到那一個 好他就有一個reset的方式 就可以把它復原回去這樣子 這樣OK嗎 好 那另外官方網站上的教學 其實很多 我想他跟Arduino比較不一樣 Arduino的教學的話 比較 就是比較 散落 在不同的地方 那Arduino的官方本身 他提供的教學 就蠻豐富的 你可以在他這裡面 主題課程也好 教學文件也好 都有很多 所以即使你是自學 也都可以達到 一定的程度 他上面公佈的資料都蠻多 好 這樣 老師對這個Smart的開門 應該就會 比較有一些認識了 好